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景百然职场剧芯片定档,离开欢瑞后,杨子火速成立工作室。 望男主体制的杨子芯片定档,搭档景百然,再次挑战职场剧。 在近日官宣了与欢瑞合约到期不再续约的杨子,作为当下内地娱乐圈中女演员的顶流之一。 杨子一直都有着不错的资源。 一方面这与杨子本身的演技经得主考验有关, 另一方面杨子也是圈中公认的配合度很高的女艺人, 能够得到很多影视剧片方的欣赏与器重,敬业态度与可塑性缺一不可。 而以感恩的心态宣布与欢瑞结束了多年合约的杨子, 也火速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并且也官宣了他与景百然合作的职场新剧《女心理诗》将月的23日开播。 对于一向都被夸视望男主体制的杨子, 与景百然的合作也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期待, 毕竟已经很久没有在拍电视剧的景百然, 也是让粉丝们等很辛苦了。 其实2021年对于杨子来说也算是波折不少的一年, 原本有两部大热的剧要开播, 结果先是青三行遭遇了男主出世被封杀, 连累整部剧在开播之前被叫停。 而对于这部剧的《时辰大海》, 也让很多原著粉与杨子的粉丝很是心疼, 尽管外界一直盛传有重拍的可能, 但目前也都没有确切的消息。 接下来又是与肖战合作的《余生请多指教》 也在临近开播之前, 突然对外宣布要延期, 而具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再播, 依然还是杳无音信。 接连两部备受期待的剧目被叫停, 杨子也在某次采访中表露了心声, 每个演员一年能够投入精力去参演的剧集也就两三部, 毕竟要搭进去两三个月的时间成本在剧组。 辛辛苦苦拍完的剧在临门一角被下架, 对于杨子本人来说也是不小的损失, 也会让自己的粉丝又空欢喜了一场。 因此他在挑选剧本时, 也开始对对手演员是谁格外谨慎。 一向都愿意对外界说一些大实话的杨子, 其实也是真的尝到了自己的两部剧集都被叫停的苦头。 好在他自己依然还是炙手可热的女演员顶流之一, 依然受到不少制片方的青睐, 这部已经定档的女心理师, 应该会万无一失地顺利开播, 杨子也算是终于能用一部新的作品与粉丝们见面了。 女心理师除了有杨子余景百然之外, 倪平、黄爵、王家、李梦与张若南的加入, 也让剧迷们格外期待, 杨子也很需要多一些职场剧来拓宽自己的戏路, 毕竟一个可塑性强的女演员, 也应该被大家看到她身上更多的可能性。 杨子余景百然连麦直播, 一顿CP变喜剧人, 甜宠直播变相声表演。 近日有很多出色的作品同期开播, 在其中杨子和景百然合作的 《女心理师》也是一部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作品, 这一部剧不但有甜甜的恋爱, 与此同时也对焦了 现代社会中大伙的心理问题。 作品开播后也导致了许多的探讨, 剧里俩位出演也全是大伙很了解的艺人了, 二人在电视剧的感情线上又甜美又搞笑幽默。 近期景百然和杨子的《一顿CP》 居然也有售后服务的直播连麦, 俩位艺人全是喜剧片感特别强的艺人, 一块连麦直播的作用也是十分搞笑幽默。 杨子每次合作男艺人, 一直以来可以和另一方变成朋友, 乃至是好兄弟, 并且这次也是杨子再次和景百然合作了。 以前二人一块在访谈中提及了以前的合作, 是一部十分有年代感的作品, 杨子提及以后许多网民逐渐考古学, 二人那时候的呈现都十分稚嫩又讨人喜欢。 现如今再次的合作依然是很开心的, 女心理师这一部剧里叙述了心理师对各种各样, 不一样心理障碍的病患的医治全过程, 本来主题会是很压抑感的, 可是由于景百然和杨子的搞笑幽默诠释, 整部剧的功效就很好。 杨子的性情一直以来都十分乐观的, 因此和杨子合作的艺人对他的判断都十分高, 杨子就好似一个南瓜子, 一直以来可以调整当场的气氛, 让身边的人都感觉很快乐。 这次杨子合作的景百然也是一样, 很乐观的艺人, 二人的性情可以说十分切合的艺人了, 不但在戏里边合作得十分心有灵犀, 二人在直播连迈的过程中也十分搞笑幽默。 景百然是一名东北艺人, 因此自身的性情就十分乐观, 但实际上景百然成名出道至今一直以来都很不张扬, 并且早已好久没有新的作品了。 二人连迈直播的过程可以说成大中型的相声小品当场了, 互动交流环节中景百然一直以来叫杨子妹妹, 而杨子也会叫景百然哥哥。 从这次直播间可以看得出, 杨子肯定是每日都是在在网上游泳的女艺人了, 主播间杨子提及了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 2023年子微星临时的小故事, 并且还立即开玩笑的地表明, 紫微星便是自身和景百然中之一了, 杨子真的是十分耿直的艺人, 现如今许多艺人直播间里都会谦虚谨慎, 可是杨子依旧是有哪些说些什么? 直播间中二人还没忘记宣传策划作品, 杨子提及了前开议为贺顿做的汤, 还想着让景百然讲出实际成分, 可是景百然而有品牌代言合作拒绝了。 接着杨子立即回复, 亲哥哥也有红枣这类的合作呢? 听完这番话以后, 景百然立即笑出了显示屏, 最终或是沿着杨子大约讲出了详细的成分。 不得不承认二人确实可以说成一对活宝了, 在一块的互动交流确实太搞笑了, 两个人这次的直播间肯定是各位的快乐源泉了。 在整部剧以前杨子有很多作品都没能准时开播, 现如今女心理师成功开播, 并且收视率效果还十分非常好, 希望杨子大量的作品。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